叫了救护车,医护人员正在给娜娜做核酸检测 人家人在俄罗斯感染新冠后,我们都做了什么,如今生活怎么样了 这不是随着国内防疫的逐步放开,很多人都在网上分享着自己的新冠康复日记吗 这也让我想起了年初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俄罗斯一个星期内全部感染新冠的经历 事情是这么回事,那天正好是俄罗斯丈母娘的妹妹请我们去她家里做客 这老太太不仅精心准备了拿手的俄罗斯菜,还特地给我点了几道中国菜的外卖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席间丈母娘的妹妹还时不时的抱怨 几个月前确诊了新冠,到现在吃东西都没什么味道 我们当时也没有太在意,等到要回家的时候,外面天已经黑了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家之后,娜娜就开始感觉到不舒服了 浑身没有力气,当时我们就开始紧张了 毕竟娜娜那个时候已经怀孕三个月了,药肯定是不能乱吃的 所以也只能早早就睡了 然而到了半夜,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娜娜开始发烧,我们一下子就慌了神 博好在丈母娘当机立断,叫了救护车 不等五个小时后,终于盼来了两个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 他们先是看了一下娜娜的怀孕病例 然后给娜娜做了一下核酸检测 最后开了一些孕妇可以吃的药就走了 后来我看娜娜一直不退烧,就给她煮了姜茶 就这样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一天后 娜娜终于退烧了,人也精神了许多 所以到第二天,当娜娜手机上收到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的报告后 我们也没有那么担心了 但是谁真想,就在娜娜好了之后 丈母娘和老丈人又先后发烧了 不过他们应对的方式就简单粗暴多了 吃了退烧药后,直接钻进被窝里面睡觉 基本上一到两天后就恢复正常了 那个时候我还半开玩笑的说 俄罗斯的病毒对中国人没有用 然后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后面等待我的,是长达一个星期漫长的煎熬 就在丈母娘和老丈人好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开始发烧了 刚开始的感觉就和我平常重感冒的感觉差不多 但是平常感冒发烧基本上一天就好了 但是这次直到第三天的时候,我才开始退烧 而且退烧了之后还会反复这么一两天 同时伴随着高烧的就是喉咙痛 而且这个疼痛的程度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就是那种喝口水都像刀子划过喉咙的感觉 不过好在我最担心的失去味觉和嗅觉的症状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再加上那个时候,娜娜一直在我身边照顾着我 就算挺着大肚子,也依旧每天坚持给我做粥喝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是这次一家人感染新冠当中症状最严重 自愈时间最长的那个 看来咱们的体制和人家战斗民族还是有区别的 不过有了这次新冠感染的经历 也让我们更加珍惜拥有健康身体的时光 同时也越来越期待我们的中俄混血宝宝能够健康出身 最好的